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使皇帝的故事而感到震惊不已 感性的格雷更是已经哭得满脸泪水 使 使皇帝他原来有那样悲惨的过去啊 布伦西尔德站在布雷身边 表情倒是非常淡定 身处敌阵 自幼便不断承受他人的憎恨 忍受特殊的环境 以及超乎想象的痛楚 他过不计其数的血腥战场 使皇帝得到了旗帜盒 也就是洞悉欣慰的能力 没错 一切都是为了实现那个约定 此时的角斗场上 使皇帝摆好手势 与冥王哈迪斯对立而战 哈迪斯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把我晾在一边 自称是最高之王 宁界之王啊 你的确很强 但是 朕已和某人定下了约定 成为最高之王的约定 因此 朕不会输给任何人 使皇帝说这话时 春艳的身影 隐约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哈迪斯身上的伤口还在不断的滴着鞋 海姆达尔正在激情的解说 难以置信 那位明界之王哈迪斯大人 被人之王步步紧闭 布伦西尔德站在观看台上 露出了势在必得的笑容 但以最大限度活用使皇帝的体数 特化防御的女武神阿尔维特 其拥有的能力 军事的守护者 在另一边的看台上 站着宙斯 赫尔莫斯和阿瑞斯三人 此时他们正在分析下方 角斗场中的局势 一旦空气他命中气的核心 攻击会被减弱 防御则会遭破坏 真是可怕的技术 那也得益于 使皇帝强大的招架能力 的确令人惊叹呀 宙斯大人 阿瑞斯又急又害怕 情急之下 直接揪着赫尔莫斯的衣领 将他拎了起来摇晃 赫尔莫斯啊 没办法处理 那个什么空气弹空气之星嘛 赫尔莫斯被阿瑞斯摇晃的 这么开眼 但还是开口为他解答 嗯 相当困难的 比如说 突然赫尔莫斯的拳头 出现在了阿瑞斯的下巴 这让阿瑞斯瞬间停下了动作 在战斗中 最具有威胁性的拳头 是看不到的拳头 也就是从意识之外 而来的攻击 尽管赫尔莫斯的拳头 比阿瑞斯的脑袋小很多 但这突然出现的拳头 还是让阿瑞斯冷汗之流 但是使皇帝的空气弹 就算命中了 也无法察觉 当注意到时 早已为时已晚 即是无法回避的攻击 这话让阿瑞斯万分震惊 他开始大力摇晃赫尔莫斯 那 那么你的意思是 哈迪斯大人没有胜算吗 他可是治理冥界 百振百胜的哈迪斯大人啊 速度 力量 战斗经验 全都是哈迪斯占有优势 但是那名人类 通过削减自己的精神 牺牲自己的身躯 竟能略胜于哈迪斯 周斯说着 走到沙发上 贪坐下来 他长出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受不了这帮人类 真是深不可测 视线重新回到角度场上 此时的使皇帝 和哈迪斯还在对峙着 哈迪斯伸手去摸了摸 自己流血布置的伤口 他看着自己手上的鲜血 真强啊 人之王 绝不战败的约定嘛 但是鱼也有必须兑现的一个誓言 哈迪斯一边说着 一边捏紧了拳头 他脸上的神色变得无比认真 突然 他双脚发力向下蹬去 地面在他的用力之下碎裂开来 然后他猛然一跃 朝使皇帝攻去 好 哈迪斯大人再次发动攻击 见哈迪斯攻来 使皇帝也迅速发起空气弹攻击 但这一次 这招失败了 哈迪斯挥舞着他的武器 在身旁形成了一个密不可破的保护圈 将周围所有的攻击 全部都抵挡了下来 好 哈迪斯大人如风车一般 转动长枪 彻底封锁空气弹 看到这一幕的艾瑞斯也十分激动 哦 这样就算看不到也能行 使皇帝见到哈迪斯 哈迪斯用这种方法挡下了自己的攻击 有些震惊 但他也没有愣神 一个侧方下蹲 躲过了哈迪斯的攻击 但哈迪斯一击不成 便猛然沉肾 将那柄长枪重重向下砸去 使皇帝连忙抬手抵挡 然而下一秒 哈迪斯的身躯便猛然朝后一扬 他的膝盖以极快的速度朝使皇帝攻去 好在使皇帝反应及时 伸出双手挡在自己脸前 但使皇帝没能完全挡下 他被哈迪斯的袭击 提的倒退好几步直接咳出血来 还没等使皇帝站稳 哈迪斯便再次高举长枪 打算乘胜追击 看台上阿瑞斯激动不移 但赫尔莫斯却看出了不妥 不愧是哈迪斯大人 但是 果不其然 使皇帝顺利躲过了哈迪斯的遗迹 并抓住一丝机会 再次发出了空气弹 这一次哈迪斯没能挡下空气弹 空气弹直接命中哈迪斯的肩膀 而哈迪斯的攻击也失去了转头 在战斗当中 要将命中时 根本无法察觉的 透明空气弹全数防御 完全不可能 哈迪斯还在震惊中 没有回过神来 但此时的使皇帝 已经做好了攻击的准备 他高抬的腿 以肉眼都看不见的速度 朝哈迪斯攻去 好在哈迪斯速度并不慢 挡住了这一击 一时间一腿一臂 僵持不下 最终还是使皇帝 一脚踹飞了哈迪斯 哈迪斯直接被踹飞了数米之远 好 好强 太强了 即便强如冥界之王 也无法攻破人之王的秘技 哈迪斯愤怒地 看着自己受伤的胳膊 被使皇帝踢中的地方 此刻已经血肉模糊 哈迪斯握了握拳 以人之躯 达到了这般高度吗 原打算用刚刚那一击 解决掉你 太棒了 好 两人此刻的脸上 都露出了 其风对手的兴奋笑容 另一边 别西普的房间里 别西普正坐在 他装着各种奇形怪状怪物的罐子的中间 一边的屏幕上正在播放着角斗场的转播 但别西普对此并没有兴趣 他正看着自己面前巨大罐子中的巨大怪物 在别西普的注视下 那怪物突然睁开了眼 随即便开始剧烈敲击罐子上的玻璃 很快玻璃就碎裂开来 而此刻别西普依旧坐在原地 一动不动 怪物裂开大嘴 在短短的时间里 他就已经变成了极具攻击性的东西 他一边怪叫着 一边朝别西普砍去 然而怪物还没碰到别西普 他锋利的手臂就已经断了 真脆弱呀 又得丢掉了 怪物嚎叫了几声 便抛下别西普 朝门口跑去 但门突然被打开 走出了一个身影 那人抬手捏住了怪物的脸 还是放弃吧 外面有很多危险的家伙呢 花音刚落 怪物就被他直接干碎 他甩了甩手朝别西普走去 受不了 又做了这种恶心的东西 你到底有什么打算 别西普 看来你的身体没有异常啊 阿达玛斯 别西普花音刚落 男人头上的头盔便自动打开 露出了一张英俊的脸 阿达玛斯动了动自己被改造过的身体 没问题 一切正常 那就好 那具身体要是有什么意外 我会被哈迪斯大人发脾气的 阿达玛斯看着别西普波兰不惊的样子 忍不住开口 第六天魔王波寻 连那种传说的怪物都制造出来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没什么 仅仅是想制作而已 造出能将我杀死的存在 别西普一边说着 一边露出一个奇异的笑容 那眼神直接吓到了阿达玛斯 阿达玛斯努力冷静下来 还是一样阴沉啊 你一个朋友都没有吧 你不也没有吗 一时间房间里一片安静 阿达玛斯走到屏幕面前 看着里面正在转播的比赛 你不关键吗 毫无意义啊 因为我根本完全无法想象哈迪斯落败的模样 你很懂吗 英界之王哈迪斯绝不可能败北 毕竟他可是希腊四兄弟的长兄 角度场上 史皇帝将哈迪斯拆飞 让所有观众都为其欢呼 而在这其中还有两个熟悉的身影 是春燕和他的孩子 史皇帝 于再次再次承认 你的确配得上王之位 正因如此 于也要作为明界之王 全力回应你 欢迎刚落 哈迪斯便猛然抬手 史皇帝看着他的动作一惊 只见哈迪斯竟然将长枪横在了自己胸前 然后毫不留情地 重重划破自己的血肉 史皇帝看着眼前这一幕 感受到了同样的疼痛 并且他的身上也出现了一样的伤口 什么 哈迪斯大人精神错乱了吗 不 不对 我都忘了呀 世界上最可靠的神明 非他莫属了 周四捋着胡子露出了个笑容 为了胜利 多大的牺牲都能甘之如頤 那正是冥王 哈迪斯 角度场上 哈迪斯胸前的伤口喷射出大量的鲜血 而他却开始哼唱起了歌曲 这歌曲和海神一模一样 哈迪斯抬起沾满鲜血的手 轻拍在脸上 然后他捋起刘海 此刻的哈迪斯宛如沐浴着鲜血 看上去就十分危险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还没有订阅的小伙伴们 不要再犹豫了 对准订阅按钮 只需轻轻那么一点 加入到我们之中 阿伟会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您的关注永远是阿伟最大的动力 让我们下期再会 对吧 待会儿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